位在七獨百福社區的百福公園再生工程終於正式動工 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廉強調 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但是對地方鄉親的承諾以及地方建設的爭取 他不會也不敢怠慢延緩 在向市政府和中央積極爭取下 百福公園第一期和第二期再生工程總經費 6700多萬元已經確定 第一期工程公期預估240個工作天 蔡旺廉也表示施工期間不方便的地方 也請鄉親們多多見諒 基隆名義代表的證件要實現 所以這是我這一次參選以來的證件之一 尤其是攸關我們整個修行空間以及造景等等 我想這只是一個第一個階段的開始而已 那這個階段可能施工期間要240天左右 在這裡也一定呼籲跟所有的社區好朋友們說聲抱歉 造成很多不便的地方來請所有的社區好朋友們多多包含多多擔待 那我們會持續在監督然後再爭取希望這個工作天不要再一直再延待下去 順著240天以後我們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把整個百福公園把它做一個完整性的來把它落成建造圓滿 這是我對社區的一份承諾也希望它能順利圓滿地進行 根據規劃百福公園再生整件工程分為三期 未來主要規劃為運動休閒球類運動兒童遊戲水景休憩 社區活動服務外展區以及野餐休憩寵物放電區 不過因為原本規劃好的第三期工程涉及到未來基隆捷運百福站可能共構在百福公園的影響 因此第三期經費還要等最後重新規劃案定案後才能繼續爭取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